关说案呢从上礼拜五开始烧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津礼拜一了 今天是Day4 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民终于出面说明 炮口整个指向马总统痛批马总统特务治国 指控这是政治斗争 但是柯建民也坦诚 他的确是有跟王金平抱怨过 还说这是政治人物的潜规则 但是他觉得王金平只是在安慰他 重点是对于自己涉及关说的情节 他却是避重就轻 媒体来这张守候党内同志排排坐 生意三天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民终于现身 申请泰然自落一开口就是澄清 我没有归缩 我要告诉各位不是神隐 这不是我政治风格 我绝对是正面迎战 永不妥学的 柯建民话说的坦荡荡 但先解释的 不是和院长王金平的涉及关说内容 而是怒批马总统一切都是念得 总统必须遵守宪法 马英九你今天用特务治国 重回50年以前的危险体制 今天是这个问题啊 曾永不下台王金平勒令回国 乃英大咖一个一个被驮下水 反正是引起诊件风暴的柯建民 避重就轻 内民进党也将此事件定调为 马英九铲除异己的操作 就是不谈自家国会党鞭 有无射击步伐 东拉西扯炮打马政府 但自己头上那块有无关说的黑布 却仍然迟迟没有掀开 主任选择国上还原 SNG小组台北才能报道